第1606集 叶晨已经很满意了 那年轻人看着叶晨的模样 冷哼了一声道 亏大了 将叶晨打发出店之后 竟是生意都不做了 直接把店门关上 叶晨苦笑一声 这些高人的性情还真是古怪 不过他也没多计较 将这件内甲直接穿上 并将其命名为金兰凯 如此一来 他对那选拔赛便更有把握了 而此时在青兰城郊 一座建造的极为精巧的庄园之中 正有一名年轻人盘膝而坐 浑身气息不断流转 突然之间 年轻人双眸一睁 眼中爆发出两道宛若实质的荧光 荧光中心却是一点金灰 他一头白发无风自动 一股绝强气息 从其体内冲天而起 庄园上空光芒一闪 却是有一道法阵 将这气息阻挡 不让其一散而出 很快 那荧光便收敛下去 继而庄园之中 响起一声宽敞的大笑 门外 一名神色僵硬的美貌少女 走了进来 对着那青年说道 恭喜公子 突破太虚境 若是夜晨在这里 便会发现 那名青年正是无名 天雷岛险些朱砂夜晨的登悬榜第一 无名 除了那名少女之外 门外还有一名身着一件上袖 龙纹的黑色长袍 身形高大 气息恐怖 面容威严的中年人 也是对着无名一笑道 九霄 恭喜你 原本极为冷傲 甚至不给零五那些太虚存在丝毫面子的无名 对着中年人却是极为恭敬 施礼道 多谢伯父 若没有那些伯父给我的资源 恐怕九霄还无法在选拔赛之前 突破到现在的境界 这名中年人 名为灵无极 是神国一个四等势力 灵家的家主 一身实力极其恐怖 说起来 这无名与夜晨在飞雷岛一战之后 也是拥有了一番奇遇 无名自幼流落灵武大陆 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 只能从随身携带的玉佩知道 他姓灵 但无名却靠着绝强天资 过人心智 一步步崛起 成为了灵武背后的掌控者 可是他在飞雷岛战斗的消息 传回神国之后 神国之中便有一个名为灵家的家族 找到了他 告诉他 他是灵家的血脉 而且还是灵家家主 灵无极亲弟弟 灵飞云的儿子 无名认祖归宗之后 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 灵九霄 灵无极一笑道 呵呵呵 九霄 你现在的实力到什么层次了 曾经的无名 现在的灵九霄 沉吟片刻后达到 无敌于太虚六层天 甚至可占七层天 无名在灵五大陆 便一直压制着修为 哪怕早就可以突破 依然压制 他当时若想突破 甚至随时可以突破到太虚中期 进入神国之后 他掌握的资源更恐怖了 好 灵无极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好的很 九霄 我之前没有告诉你 你所拥有的灵体 名为禁灵法体 而这禁灵法体 比你想象之中的更加恐怖啊 神国之中妖孽无数 自然不是灵五大陆可以比拟的 各种绝强体制 也是层出不穷 但在这千万体制之中 却有几种最为恐怖的灵体 这种恐怖灵体 即便在神国 往往也是十万年 甚至百万年一出 而这些灵体 便被称为十大至尊神体 拥有此等恐怖灵体的天才 即使是顶级势力 都会为之趋之若鹜的 这十种中 有八种神体 分别是 先天毒体 斗战圣体 真明魂体 天心剑体 修罗魔体 煞血灵体 灾煞灭体 禁灵法体 还有两种 伯父也不知道 不过伯父倒是听说过 世间还有一种灵体 无敌于事 本源汇聚远超 十大至尊神体 似乎叫什么 轮回圣体 和轮回血脉 有些联系 算了 我和你说这个做什么 这轮回血脉 亿万年都不可能出一个 这传说恐怕是谣言 说回禁灵法体 它便是我们灵家 先祖拥有的血脉 我们灵家 在上古可是极强的 万年来 我们灵家 再也没有出现过 拥有禁灵法体的天才 才渐渐没落了 但现在 一切都不一样了 九霄 本来 即使拥有上神牌 参加的大势力选拔赛 通常前来挑选弟子的 也只有三等势力 至多 也不过是二等势力罢了 顶级势力很少参加的 但这次选拔赛 得到了你出世的消息 已经有一等宗门 为了将你收入门下 闻讯而来了 有了你 我们灵家 是要彻底崛起了呀 你就是我们灵家的骄傲 灵家的希望 无名文言 面上也是浮现出一股骄傲之色 当初他听闻夜尘碾压 一种太虚存在之时 便起了畏惧之心 原本便打算想个办法 逃亡神国的 恰巧就在这时 灵家找到了他 虽然他成功来到了神国 但毕竟也算是对夜尘示弱了 这让一向骄傲 自是天资无敌的无名 一直耿耿于怀 武道之心都有些动摇了 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现在是灵家的公子 很有可能继任下一任家主之位 可谓地位极高 而此时的他 紧接更高之境 拥有无敌于太虚六层天的力量 身具神体之一的禁灵法体 连一等宗门都要为他特地赶来 夜尘还拿什么跟他比 夜尘再强 也不过是灵武大陆的一个废物而已 就算来到神国 能像他一样家世强大 同时又被顶级势力所青睐吗 要论未来 两人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所以现在的无名 已经完全不把夜尘放在眼中了 夜尘给他留下的阴影 也彻底消散了 毕竟 两人已经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 不是吗 一条狗即使再凶猛 你会拿自己和一条狗进行对比吗 现在 他要做的就是巩固境界 然后在三天之后的选拔赛之上 大放光彩 震惊四座 让灵九霄的名字 被整个神国所记住 想到这里 灵九霄的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若是夜尘来到神国 得知自己的成就之后 会是什么表情呢 恐怕吓得都要直接逃离神国 躲在某个角落不敢露面了吧 当即 吴明对灵无极道 伯父 我想先巩固一下境界 灵无极点点头 递出了一个玉盒道 这个 对你有帮助 吴明打开玉盒 一股至强灵气 瞬间充斥在整个庄园之中 即使是吴明 也面现极为震撼之色 这玉盒之中 竟是一枚真正的上古丹药 价值十万极品悬灵石 连斩恶镜存在都会为之心动 眼红啊 灵家为了他 真是下了血本了 有了这枚灵药 吴明的境界根基将会无比无比的稳固 原本他还担心自己进阶太快 可能留有一丝破绽 现在连最后一丝担心都荡然无存了呀 吴明不禁面露极为自信的笑容 眼眸之中却是冰寒一片 叶晨 你拿什么跟我斗 与此同时 申国纳兰家族 气氛凝重 主堂中央站着一个绝美少女 少女固然身穿简单的服饰 但周身的气质让人无法高攀 她秀雅绝俗 自有一股清零之气 身体周围更是流转着极强的灵力 周身血脉竟然隐隐浮现 此人正是被夏灵秋带入神国的 济思清 夏灵秋掌控的机缘便是神国纳兰家族一脉 他更是因为这份机缘 破格成为了神国纳兰家族的克清 毕竟夏灵秋在灵武大陆 接受的传承来自于神国纳兰家族的一位 德高望重的长老 夏灵秋属于这位长老的弟子 更拿出了不少宝物归属神国纳兰家族 纳兰家族自然将夏灵秋当成了自己人 而济思清却一开始只能成为纳兰家族的一位奴婢 可济思清从不听从任何纳兰家族的吩咐 高傲的态度让当时的纳兰家族和夏灵秋恼怒 纳兰家族族长本想处死几思清 却是意外发现几思清天赋惊人 修炼速度极快 甚至放眼神国都是惊艳之才 之后纳兰家族态度大变 更是给几思清无数资源修炼 在他们看来 若是纳兰家族走出一个天才 那可是无上荣誉啊 而此刻 纳兰家族的这场会议便是决定 是否让济思清参加神国选拔赛 踏上更强宗门 纳兰家族 我坚决不同意 济思清是我带来的 他的就为我明白得很 他现在看起来进步神速 但却是有限制 我猜测纪思清一生只能止步太虚 无法踏入斩握 这种人 没必要给他上神牌 让他参加选拔赛 何况他的身份卑微 若是去参加选拔赛 那简直是给纳兰家族蒙羞 夏灵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一直以来 他算是控制了几思清 但若几思清借助更大的跳板 踏入其他宗门 那他就很难掌控对方了 所以不论如何 几思清绝不能参加选拔赛 他可是知道几思清的天赋 如此天赋绝不能发光 甚至踏入神国之后 几思清的天赋 居然比05大陆还要妖孽 他动用一切抑制手段和丹药 都没有用 奇了怪了 而此刻的几思清 不卑不亢 眼眸紧闭 周身释放的气息 似乎看起来 完全不在乎会议的结局